大家好,我是吴婉琴 那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 是语言学以及语言学主要在学些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是来自交通大学外文系 那什么是语言学呢 语言学就是以科学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学科 那这个学科主要环绕的话题有 第一个人类在潜意识底下所拥有的语言知识有哪一些 第二个是儿童如何获得语言 第三个是语言的整体架构 那第四个是各种语言间的不同 第五个是语言如何主导与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主修语言学的学生 那你主要要学习什么东西呢 那主要的学科有 第一个声音的部分有phenatics phenology就是语言学和音语学部分 那文字的部分就有morphology构词学 句子的部分就有syntax句法学 语语的部分就有sematics语语学 那从这些学科我们还可以延伸出其他学科 那主要学科有第一个历史语言学 那主要就是要了解语言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第二个是社会语言学 就是了解各族群间所使用的语言 那pragmatic discourse analysis就是指语言的实际运用于分析人与语言之间的对话内容 那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就是指计算语言学 那就是指了解电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那这部分呢早期都是以电脑学家为主 但是近几年来因为发现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所以也开始聘请了大量的语言学家来帮忙 那applied linguistics就是指应用语言学 那比较是注重是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那主要狭义来说的话 有语言教学与病理语言学的部分 那病理语言学的部分就是语言资料 那主要是在帮助一些失语症或是发音有困难的人矫正他们的发音 那最后一个就是认知科学 那认知科学就是主要是在了解大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那这部分常会结合心理学脑神经科学 人工智慧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当一个跨领域部分研究 那综合以上的内容 希望大家听完后对了语言学会有更深刻了解 谢谢